你是不是来了 来 来 我得使用 你是不是来了 你是不是来了 去吧 去吧 不好意思 去职位一下 不要拍照了 崔姐 不要拍照了 这不是阿季吗 希克来了 这些可不清静的 快送苏董去医院 来 苏董 来 我们去医院 她倒是宅得真快 不好意思 这位 不要拍了 好吗 不要拍了 谢谢 谢谢 你的父亲已经卧病在床一个月 下个月的董事会选举 会有意外的变化吗 听说你的哥哥苏浩 咱们苏要被荣景资本收购 这是真的吗 这次收购对你们江州集团 以后的发展动态有关系吗 你们之间会对董事的牌位展开争夺吗 我跟哥哥从小一起长大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现在唯一关心的 就是爸爸的病 希望他能早日康复 你和你哥哥不是一个母亲所生 媒体没有见过你们同时露过面 我上班的第一天 要是牙给自己买了一套特别贵的西装 行业有所不同 也没必要特别浪费 但我觉得工作的时候 我穿毛的外套就不要穿了 我今天来 召集进去探望父亲的病 如果有什么需要采访的 可以直接跟我助手联系 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 也谢谢大家 一直关注我们江州集团 希望你们让我进去 尽一个女儿孝敬父亲的义务 谢谢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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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没见你了 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我还以为是狐狸精上门要钱来的 你看看我 这回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这人一生病吧 多少是有些人上门要债的 你有十几年都没回来了 怎么突然想起了你的爸爸 听说爸爸病很重 你爸病的时候都很严重 听说他住院了 你听谁说的 媒体 我刚把他们打发走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真不知道 你对你爸爸这么有感情啊 这一有风吹草动的 就回来尽孝心了 现在交通很方便 今天回来了 对了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是我们去年才照的 你一直不在江州 我们也不好意思打搅你 要是为了拍个照 把你大老远叫回来的 你爸爸也会觉得大动干戈 拍得挺好的 对了 你刚才怎么进来的 你还留着家里的钥匙 当然 您没换锁 这枚还把我当一家人 如果您太久没见到我 觉得身份的话 下次我回来会提前打招呼 这次爸爸变得太紧 是我输回的 这么说 你以后要经常回来吧